學者示警世界級大戰在職 習意外背赤普京一都 44年來首次 他包臺外長入華府背後異議 香港民主黨晚宴猶豫左 分析華或與捉奴北京有關 岳屋戰爭代價幾慘種 哀媒用數字說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3日 下方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中美俄之間的互動 令觀察人士提出大戰是否迫在眉睫的疑問 在中共間諜氣球進入美國領空 並被擊落後 中美關係急轉入兵點 這時候習近平派王毅出訪歐洲 試圖分發歐美關係 接著幾乎在同一時間 王毅訪問俄國 拜登突然出現在烏克蘭 中共與俄羅斯聯手 擺出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震勢 2月23日 東網報導說 歐美官員發出進一步警告 報導說 歐美官員透露 中方過往一直將對俄羅斯援助局 限於財政支持和購買原油方面 但現在的情況有變 西方國家最近幾個星期 收集到的情報顯示 北京可能開始對俄羅斯提供武器援助 不一定是先進武器 可能是彈藥滑電子產品 不過似乎還沒有作出最終決定 在美國國務卿部林肯警告中共準備 向俄羅斯提供致命性武器4天後 歐美官員再度對媒體曝光這一消息 顯示局勢的緊張程度 再加上 普京已經宣布習近平即將訪惡 北京之春主編陳惠健站問說 當中美分別站在俄烏兩個不同陣營針鋒相對時 世界性大戰就有可能產生 澤連斯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警告是有道理的 西方國家應該準備全面戰爭 陳惠健認為西方陣營希望通過局部戰爭的勝利 來結束俄烏之戰 不將戰火擱展 但對於中俄來說 即使沒有做好準備也想開戰 因為中俄政權正處於危機中 兩個又都是獨裁政權 需要一場戰爭來化解危機 因此他們會沽住一閘 政治評論家林保華在《自由時報》站文說 目前美中兩大陣營幾近攤牌 如果中俄公開聯手入侵烏克蘭 就意味著歐美必然也要跨過紅線 根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說法 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過林保華也提出 氣球事件暴露出中共軍情部門和外交部門內部的混亂 在中共內部不知道有多少人期待習近平對外開戰 想刺激移動 在這種背景下 習近平敢引發大戰嗎 也有觀察人士發現 中俄的結盟關係非常脆弱 北京對莫斯科也虎視眈眈 中共自然資源 近日發表地圖新規範 其中針對中俄邊境的八個地方名 要求加注中國舊稱呼 最為敏感的莫過於幾個被中共割釀的地方 例如 弗拉迪玉斯托克要求加注海森威 薩克林島要求加注扶葉島 聶爾勤斯克中方要求加注泥布楚 日本殘經新聞台北支局長茨坦明夫在臉書分享這件事 條款說 難道準備要修復膝土? 茨坦明夫說 中共製作的地圖一直都是用俄語的現行名稱 這次 在俄羅斯陷入烏克蘭戰爭泥沼之際 中國突然宣布地圖上要著名舊稱 引發了許多遮想 茨坦明夫指出 在地圖上使用現在的名稱 是給對方一個起碼的尊重 歷史的古稱可以寫在教科書中 但顯然無必要標在地圖上 中國人這次搞地圖新規範 俄羅斯看在眼裡 只是因現在有求於中國 也可能嘴上不說什麼 但心理一定十分不爽 最後赤坦明夫直言 如果俄羅斯這次真的倒塌 習近平大手一揮 命令馬上修復失地 也是有可能的 正所謂趁你病拿你命 這幾天 中國負責外交的政治局委員王毅 正好在莫斯科訪問 到處拍住心口說 中俄友誼堅如盤石 但是學歷史的人都知道 中俄關係史就是一部 倚如鵝詐 勾心鬥過的騙術大傳 這樣看來 中美俄之間如何發展 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台灣外交部長吳超薛 與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2月22日與美國主管印太事務的官員 舉行閉門會談 這是1979年美台團交後 台灣外交部長第一次踏入美國華盛頓特區 台灣基進黨台北市黨部主委吳欣代認為 這一步有重大意義 吳欣代在臉書發問說 這次的突破意味著 美國不再限制台灣政府高層 與美國權力核心做近距離互動 吳欣代說 對台灣來說 這是一個極為重大的時刻 揭示著 未來台灣的國際地位與外交關係 可能與民主盟友逐步正常化 台灣政大東亞索特拼教授丁樹範 對自由時報介紹 美國與中方建交之後 自我設限 禁止台灣政府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 與國防部長、都華府 以及周邊的馬里蘭州、維珍尼亞州訪問 所以歷來台灣代表訪美 都選擇距離華府較遠的地方 這次台灣終於在44年後跨出這一步 反映台灣在美國對整個印太戰略中 處於重要地位 估計未來美台在國安和戰略安全方面的協商 應該會越來越頻密 丁樹範進一步分析說 台灣的歸屬牽扯到整個印太 乃至二戰確立的全球國際秩序 中方想要往西太平洋發展 所以想要吃了台灣 如果北京得逞 後果就很嚴重 所以 美國要將中方擺在第一島鏈之內 從這個角度看 台灣對美國來說 不僅是高度重要 而是絕對重要 另外 這次美台代表都是重量級選手 美國的副國務卿謝曼 副國安顧問芬納 白宮印太協調人口會議到場 會談時長超過7小時 德州州立大學副教授翁李忠 受這次美台互動接受TVBS採訪時說 這次的國安高層對話層次非常高 主要談的問題還是著重在台美的國防外交 以目前的中美緊張關係 美方最重視的是台灣在國防準備上 是否有自我防衛的決心及自我防衛的準備 而且台灣人民是不是在中美立場上 與美國真的走得比較近 或是中美之間 台灣真實的民意究竟趨向哪一邊 美國一直想要知道台灣的真實狀況 丁樹範就認為 雙方除了國安議題外 同時可能討論了 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訪台雙方的應對措施 丁樹範也說 美國選在此時和台灣高層會談 也是為了向北京釋出信號 防止中方因為俄烏戰爭而錯判形勢 香港民主黨近年飽受政治壓力 連舉辦晚宴都遇到阻力 今年原本定在21日晚宴又被臨時暫停 有志情人士表示 這與民主黨去年缺席 香港立法會選舉 速奴北京有關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香港民主黨原定21日 在名門宴客酒樓舉行晚宴 與大約200個好友和民眾聯誼 但酒樓卻在晚宴舉行前2小時 突然貼出告示說 廚房抽風系統故障 導致煤氣失靈 要暫停晚室 去年7月也曾發生過類似情況 民主黨原定年度籌款宴會 在舉行前 酒樓以附近有確診為由宣布關門清潔 今年的宴會原本 已先後由兩家酒店願意承辦 但最後都以不同理由取消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表示 那麼多的巧合 那麼多的突然間無法提供場地 某種程度上反映社會背後 一些憂慮或想法 中共強制香港進入所謂的 完善選舉制度後 去年的立法會選舉是第一場政治鬍 民主黨卻沒有派人參加 這個被認為是投票率藏身低的原因之一 政治評論員袁梅昌引述親北京陣營消息說 近期發生在民主黨身上的所謂巧合 可能與此有關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滿一周年之際 發生社2月21日用一組數字來說明 這場戰爭的慘重代價 報導引述挪威的最新估計指 有18萬俄羅斯士兵和10萬烏克蘭士兵傷亡 其他西方消息來源估計 開戰至今雙方各有15萬人死傷 平民方面 幾乎稱烏克蘭至少有2萬人喪生 至少有400名兒童遇害 聯合國估計有21,000名平民傷亡 但表示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 西方消息人士認為人數高達3至4萬 歐盟司法執行委員雷恩德斯說 各方在此期間大約通報了 6萬5千宗潛在戰爭罪行 除此之外 東部戰線綿延1,500公里 烏克蘭多座村莊和城鎮成廢墟 經濟方面亦受到重創 世界銀行去年10月表示 烏克蘭2022年經濟預料將萎縮35% 幾乎經濟學院一如估計 烏克蘭基礎設施船室金牙高達1,380億美元 烏克蘭政府表示 約有3,000間學校和239個文化為止受創 根據烏克蘭政府 歐盟執委會和細銀的聯合評估發現 烏克蘭戰後重建將耗資約3,490億美元 戰爭亦增加了大量的難民 聯合國難民處表示 自戰爭爆發以來 已有超過800萬烏克蘭人被迫逃離祖國 成為已戰以來歐洲最大的難民危機 烏克蘭境內還有超過500萬人流離失所 此外為支援烏克蘭 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 截至去年11月的統計顯示 烏克蘭盟友已承諾提供超過4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此還未包括美加和歐洲1月宣布 將為烏克蘭提供的現代主力戰車 好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 今次會見到你 今天是即使的 謝謝 我請教習 請教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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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弟弟